要说今年一汽红旗的动作是真大 新车一辆接一辆的上市 前两天红旗刚刚发布了自己首款超跑的官图 今天这辆名为S9的超级跑车就正式亮相了 法兰克福车展上红旗S9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目光 这辆炫酷的超跑颜值几乎是世界顶级的 红旗全新的logo从前脸延伸至风挡 前脸上大尺寸的进气道配合车尾大号的导流板 让整车的空气动力效应极为强大 密集的前LED大灯和发散式的尾灯效果夸张 车内则带有非常强烈的豪华和运动属性 当然这些都是表面的 它的内在实力更是强到变态 S9将会搭载一套V8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混动系统 其最大功率超过1400马力 0-100公里的加速1.9秒 最高时速超过400公里每小时 1400马力是什么概念 中国99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也不过1000马力 可以说红旗S9就是陆地上的战斗机 说实话红旗的改变确实太让人惊讶了 这也是为什么S9的展台上围满了人的原因 现在S9何时能够量产才是我们最期待的 您觉得红旗的这台陆地火箭如何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发表评论 下期再见